今天我们来讲反手握棍的四个质敌小技巧 站上反手握棍 那么我们来讲第一个啊 如果说我们站上正常反手握棍的时候 如果对方过来打我 那么以对方中线为主 整个中线为主 他过来打我我 砰 我直接反撩过来 撩他的下巴鼻子 头 注意啊我这样去撩肯定是没有多少劲的 但如果撩到这几个位置的话 砰 那么他马上就会失去攻击你的能力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如果他过来打我的话 我可以怎么戳 以这样长的一个距离 像匕首一样我这样刺过来 这是第二个反手握棍的小技巧 那么第三个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长兵短用 可以怎么办啊 我反手握的时候 把这一头稍微留的长一点 那么他过来打我的时候 我可以这样砰 这样戳对吧 这样戳 或者呢他过来已经把我给抱住了 或者把我都砰 这样戳 第四个呢是我们的一个锁技 如果说我在要打对方的一瞬间 对方把我给抱住了 这个时候大家知道 棍子一具已经失去这个击打的一个能力了 那么我可以怎么办啊 这样反手握 然后呢 这样插过来 把对方的大动脉顶住 把对方的大动脉顶住 那么这个时候对方的脖子会闯不过来气 我只要再稍微使点劲 对方就窒息了 那么大家一定要知道啊 我们正常使用短棒也好 或者使用我们的小甩棍也好 基本上都是什么呢 正手握棍比较多 直接过来 啪一打 或者呢直接过来 啪 啪一打 那么在反手握的情况下呢 我们也一定要掌握 别只会正手握 对方过来了啊 我啪 往上一聊 或者呢 小后一戳 大家一定要注意自己短棒的一个距离 如果说我要想用反手握的话 那么你就要把自己合适的距离留出来 或者是退后一步 或者呢上前一步 戳戳 等等等等 这样的话才发挥短棒的一个威力 那么我们在正常手持短棒 在街头格斗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记住一个什么概念呢 就是基本上就会在一下两下之间解决战斗 对方拿匕首 要置我们于危险之地的时候 只要啪一下 没有像我们电影里一样 我拼拼棒棒 这样来回的格挡 你来我去 我挡 我在打 他在挡 没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啊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 能一下解决战斗的 我们绝对不会去用第二下 所以呢 大家就一定要知道 他具体是攻击哪儿 怎么去攻击 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攻击 戳呀 或者是用脚啊 或者是呢 我们直接这么打 正手的握法 反手的握法 还有我们脚技的一个握法 大家都要清楚一下 对方的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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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